今天讲网站托管 主要分这几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我们讲什么是Webhosting网站托管 第二部分讲常见的托管方式 第三部分讲我们选择托管服务需要考虑的因素 首先什么是Webhosting网站托管 网站托管就是说有网站主机服务提供商提供的网络服务 如果我们这里把这个域名比作是门牌号码的话 那么网站服务器就是对应这个门牌的这所房子 那在这个服务器里面存储了有文字图片声音信息等等各种信息 在互联网上供其他人阅览 当我们要访问这个网站的时候 浏览器就会根据返回的一个IP地址 就是我们说的门牌号 然后连接到网站主机服务商提供的服务器上面 托管的话有几种不同的方式 首先第一种的话是叫共享托管 那共享托管的话就是说 我们是将多个网站托管在一个服务器上面 就是说这一个服务器上面有很多很多个不同的网站 那打个比方的话就有点像群租 就是说一个房间里面租了有几个人同时租用了这一个房间 共享托管的话 它的磁盘工签 CPU和内存等等资源 这些都是共享的 那成本在这个服务器上的所有用户之间分摊 所以这个主机就能够以比较低的价格出售 目前来说 共享主机是最受欢迎的主机类型 尤其是对于出协者而言 它的好处就是说第一用户只需要很少的技术方面的支持 第二就是费用低廉 但是如果你的网站需要处理高流量的话 那可能这个服务器的话就不适合你 第二种的话是叫VPS 就是虚拟专用服务器 那所谓虚拟专用的话 就是说在这一个服务器里面 我们用虚拟软件把它分割成几个相互隔离 相互单独的小的服务器 跟共享主机一样 那虚拟专用服务器的话 VPS让你跟其他用户共享硬件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面 你拥有自己一个独立的虚拟空间 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 你可以有自己单独的公网IP地址 单独的操作系统 那再拿这个打一个比方的话 就好比是一栋房子分成了几个房间 那每一个房间的话 共一个租客来使用 但是他们的公共设施的话 还是共享的 VPS的好处就是说 它是专用资源 那每个VPS基本上都是自己的计算机 就意味着说 你不需要跟其他用户共享资源 然后第二个的话 你可以增加自己的自定义 就比如说你需要使用的操作系统 和使用的电量 你都可以自己定义 第三个相对来说 它比共享主机稍微昂贵一点 但是仍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便宜 那VPS的话有两种 一种是托管 一种是非托管 托管的话就是你交给服务商那边 它会帮助你处理很多 需要你手动更改的设置 那非托管的话 就是说所有这些设置都是 你自己来配置 接下来第三种的话就是专有服务器 那专有服务器的话 就是说你不必跟其他用户共享任何的资源 就是说这一台服务器都是你自己的 就好比说你自己拥有自己的一套房子 那里面有几个房间或者公共设施怎么使用的话 就是说全部可以你自己来独立使用 然后独自享有这个资源 这个好处的话就是说第一是专有资源 所有的硬件设施这些东西的话 都是你自己一个人来使用 第二个的话你拥有自己服务器的话 你可以随意修改它 并且可以在这上面进行扩展 但是相对来说价格比较贵 另外还有一种方式的话 就是现在是叫云托管 那云托管的话就是从技术上来讲的话 它还是一种VPS 它就是说是在云环境当中的虚拟服务器 但是就是说它每一个虚拟的机器 都是分布在多个的服务器上面 所以它是叫云服务 它的优点主要就是第一稳定性比较好 因为我们机器是在多台服务器之间保持平衡 因此就是很少存在停机的时间 然后第二个就是可扩展性 因为它是来自多台服务器 所以始终可以增加它的资源 最后我们讲选择网站托管服务需要考虑的因素 第一个是费用和价格 就是说你的预算和供应商之间的报价 这个要契合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考虑硬件性能 就供应商可以提供给我们的CPU 内存存储空间提供的带宽等等 第三个我们需要看一下访问数和流量 有一些供应商它是不限制你的流量 也不限制你的访问次数的 但是有一些供应商的话 它会限定你 比如说一个月的流量是一个TB或者10个TB 或者你一个月的访问次数是不超过2万次5万次 四个的话我们就是要考虑服务器潜在的停机时间 就是我们说的uptime客户浏览我们网页 如果服务器停机的话 那它浏览不到的话 这个用户体验就会很差 然后最后一个的话就是它的技术支持 是否是7天24小时支持 特别是如果我们不是在当地没有电话联络的话 那7天24小时支持就非常重要 就是说我们在网上始终能够找得到它